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懒人火锅 然后因为我是不会吃辣的人 所以我是吃不了麻辣的 那我这次买的是这个番茄的 然后它里面的汤底是海底捞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剪开吧 挺重的然后感觉挺有分量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打开就是长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筷子 对 然后是 我最爱吃的火腿肠 蔬菜包 那里面应该就是那些蔬菜啊 像土豆啊莲藕之类的 然后就是这个 海底捞的番茄火锅底料 然后就是这个鲜粉包 嗯 就是面 然后那下一层就这样空了 哦 还有一层 下一层有什么 脆皮肠 哎呦我好久没吃这个 以前超爱吃的这个 一个勺子 嗯 噔噔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会发热的 就是让这个火锅会 呃就是加热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行动吧 先先把发热包把它打开 呦 什么东西飘出来的感觉 然后放进去 就放在底层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番茄的这个火锅底料把它倒进去 哦 好浓的味道哦 把它倒进去 哇真的是番茄 好接着是蔬菜包 我们把它也是全部倒进去 哦 哦好多东西看起来 哦我最爱吃的哦 哒哒哒哒还有土豆 好把它摆美一点点 呵呵呵 但等一下没有地方放 可以 接着就是把这个鲜粉包放进去 最后就是把这两个香肠都放进去啦 整根的香肠把它放进去 把它剪断一下 可以就这样子 现在加水加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冷水热水都可以 好这样子没过这个水槽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加水在这个发热包 然后也是没过这个水槽就可以 好现在已经盖上盖子了 所以现在就等它自己煮好15分钟 就这边都会冒烟对 好15分钟时间到了 然后它还在沸腾着 然后我们现在就打开看它变什么样子了吧 那就是这个水是没滚的 但是它的烟就是不停的往外冒 所以还不错感觉 哦看起来好好吃 现在把它搅一搅看一下 全部放到里面去 那我现在就开吃啦 它这个粉很好吃 然后蔬菜味道也很不错 香肠的话就是香肠味道 下次的话我应该会再加一些肉进去 因为我这次就是忘了准备 所以就是只有他们自配的 以后我应该会准备自己加料 然后味道很不错 因为它就是那个海底捞的番茄锅嘛 嗯 就好吃 好我现在已经吃完了 然后剩下的一些是留给我老公的 所以我把它盖上 它的味道我觉得就是真的还不错 然后番茄味很浓 特别特别简单 也不需要你动什么脑筋 只要加水就可以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次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